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i! 贵明 恭喜發在 恭祝大家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萬事如意 今集要分享 2023年貴卯年根據元空飛星 如何可以在家中擺風水佈局 令你們吹吉避空 在上篇的時候 應該已經正式踏入了套年 即是2023年2月4日立春之日 記得2023年貴卯年套年 在立春之後 所有飛星才正式到位 我們看看以下兩幅圖就知道了 左邊就是2023年貴卯年 套年的九宮飛星圖 右邊就是我們的後天八卦圖 根據元空飛星的解釋 吉數是14689 空數是2357 雖然我們知道 2023年貴卯年套年的九宮飛星是如何報告 什麼星飛到哪個空位 但是實際是要配合後天八卦的九宮飛星的佈局 才可以知道到底一個空位 在今年來說是吉還是空的 我的頻道可以在元學看世界 分享元學知識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分享 記得幫我點個讚 分享給朋友 如果你還未訂閱的 記得訂閱 那你就不會錯過 下一次的影片分享 還有最重要就是多點留言 有問題可以問 我見到的 懂得回答的 一定會回答 事比以前 我們馬上分享今年的九宮飛星佈局應該是怎樣 我們由美麗的公位開始講起 今年最美麗的公位就是正南和正北 先講錢 今年飛星8便到了正南 雖然我們知道九雲正來 但八雲今年依然相當旺 今年飛星8便到了正南 正南便是九 九屬火 火生土 我們知道正南這個公位今年吹菜非常棒 對於吉素 對於美麗的公位來講 我們要多點吹動它 多點動它 這樣才能夠將那個效力發揮出來 如果你房間剛好就在家裡的正南邊 又或者你家屋開正南門的話 那麼多人出出入入 今年你的財運必定是財運亨通 而且正南即是離宮 離宮女代表中女 如果剛好你的崗位就是家裡的中女的話 今年你的財運必定特別好 特別旺盛 師傅 我又不是睡正南邊 家裡的大門又不是開正南 是窗 那怎麼辦 如果你正南邊是大窗的話 外面是看著美麗的風景 比如說是維港 又或者是一些枝葉茂盛的山林 一樣可以將火生土的財運 帶入屋帶給全家 因為其實我們看家居的風水 就不僅是在家裡的 外聯我們都要顧及的 如果你望你的窗外面 是一些亂石鱗殉的大山的話 即使飛星8飛到9這麽美麗的公位 火生土生旺的財星也好 你今年的財運都會打多折扣 我們怎樣可以生亡財星呢 我們只要在正南位突顯8和9這個數字就可以了 8是屬土 9是屬火的 你可以將正南位佈置多些紅色的地方 如果大門開正南就對了 可以放紅色的地毯 可以放輝春 可以放九粒粉蒸 以及放一吋八白玉 可以突顯到火生土 將這個財星生旺的 剛才說過了 美麗的公位美麗的吉掃 是需要時時的吹動它的 如果簡單的 你可以放一個行針的鐘 放在那個公位那裡 它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一直保持著它走 這樣就會將這個火生土的現象突顯了 記得將它佈置成紅色 突顯8和9 今年的財運一定如何 第二個美麗的公位就是正北 九子這顆比例星今年飛到正北 九子這顆比例星除了代表高興之外 亦都代表人緣、桃花 甚至乎如果生小朋友的話 這顆九子星亦都代表了 另外我們看這個後天八卦一 一代表智慧 亦都代表人緣 我們知道一是屬水 九是屬火 一同狗這兩顆吉星放在正北 今年正北正正就是會幫你 吹往人緣、喜慶和生小孩的好地方 最怕就是一同狗可能會有水火相沖 或者這個水會蓋上少許火的能量 那我們怎樣做呢 今年最理想的做法就是 在正北佈置了一些綠色的東西 因為綠色代表木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通關法 水生木生火 自不然水火就不會打架 一同狗都能夠正常發揮的能量 可以幫你吹往你的人緣、吹往你的桃花、吹往你的喜慶 如果你睡正全家的正北 你今年的人緣將會特別旺盛 如果你家的大門開正北 那即是說你今年你家人全部人都會人緣特別好 特別旺盛 甚至今年家人會多了人來拜訪 熱熱鬧鬧 如果不是門、不是房是一個窗 和剛才一樣的說法 如果外面是山明水秀 看著很漂亮的風景 有個很漂亮的湖、很漂亮的江河、很漂亮的水 看著維港 是一個很漂亮的山 綠油油的 同樣可以加強今年正北人緣運 相反如果你望外面是一些亂石鱗身的山 又或者是垃圾房 又或者是一些不漂亮的東西 那會大大減低了今年正北九指星飛渡的能量 那又如何吹往它呢? 可以在正北位放到綠色的東西 最后還有一棵金錢樹 可以達到水生木生火這個通關的做法 另外可以放一些可以突出一同九的風水物 可以放一個白色的水晶球加九粒分晶 如果你不喜歡九粒分晶的話 可以放一個紫晶洞 可以把白色的水晶球金錢樹和紫晶洞放在一起 只要把金錢樹放在白色水晶球和紫晶洞的中間 就可以達顯到水生木生火這個通關的效果 放了這個風水陣 今年還不是喜慶滿滿人緣爆棚? 今年一百星飛到西南位 我們知道一是屬水的 一是代表智慧也代表著人緣 但剛才也說過了 一定要配合後天八卦才可以知道 公位到底今年是吉定空的 看後天八卦就知道了 西南位是五王 五王就是王者 一飛到下去一屬水就會被土打傷 我們知道今年的西南位 其實本身飛升一到西南位是好的 可惜西南位五王是屬途會黑傷一白水的 剛才說過了 一代表情緒 代表智慧 我們怎樣可以化解到這個問題呢? 首先我會建議大家把西南位撿乾淨 把所有垃圾、膠袋、爛、殘的全部 全部丟掉或搬走 因為五王代表問題 如果你把油問題、爛、殘的東西放在一起 就會凸顯了五王 五王黑傷的水就會被凸顯出來 第一件事先撿乾淨 另外我會建議你放一些圓形金屬 又或者六個銅錢 因為圓形金屬代表鉗金 我們可以土生金生水 可以把原本被五王打傷的一白救出來 同時可以增亡他的智慧 增亡他的人緣 另外如果你家夠大的話 我會建議你把小朋友溫暑的地方移離西南位 這樣就可以避免他的情緒或者智慧受到五王打傷 其實不止小朋友的 大人都一樣 今年盡量不可以西南位逮留太久了 特別如果你自問自己是特別容易情緒波動 或者特別容易情緒低落的話 盡量離開西南位 這樣就可以保障你今年的情緒 安安旺敏 安然度過 我們接著講一下正西位 今年六百錢金飛到正西 錢金代表權力也代表金錢 如果吹旺他絕對可以得到金錢和權力 可惜今年的錢金六飛到正西 正西在後天八卦是七 六七加上火龍子產生膠劍殺 六七膠劍殺特別容易引起受傷 刀傷甚至手術 還有今年正西剛好又是三殺位 所以今年這個正西位絕對是移靜不移動 今年正西最好簡簡單單 把它撿乾淨 把垃圾、爛、殘的全部撿開 盡量不要有些爛的金屬 否則很容易引起六七膠劍小的能量 如果你剛好躺在正西或大門開正西的話 今年真的要特別小心 記得盡量撿乾淨 記得是移靜不移動 把會移動的東西都拿開 這樣就可以避免六七膠劍殺 對你全屋的人的影響 又或者對躺在正西的人的影響 另外可以用金生水的方法 虧了一個金屬 可以放白色的水晶球 或者簡簡單單放一杯水 都可以化解到 記得如果你是躺在正西 家庭又夠大的話 可以試試搬來正西的房間 躺在另一間房間 躺在一連線 可以避掉膠劍殺 飛星7今年飛到東北 飛星7又叫破冠星 代表破財 和一個小小的受傷 東北是8 8是屬土的 土會生金 7呎破冠星也是金 即是說今年東北 8是會生亡到7這個金 可能它空的能量會比較大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跟剛才的做法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放水去虧出7路仔的金 我們可以放白色的水晶球 或者簡簡單單放一杯水都可以 記得不要讓7破冠星的能量發揮出來 我們要撿乾淨它 將殘散爛的東西拿走 以及將會移動的東西拿走 會移動的就簡單 可以拿去正南和正北 生往財星和生往人員 這樣就搞定了 另外東北是近卦 近卦代表少男 如果你的家最小的是男 剛好他又是躺在東北 今年如果有能力 就把它移開 這樣就可以減得7呎破冠星的損害 對它的影響 記得將會移動的東西拿走 時時將東北保持乾淨整齊整潔 那就什麼事都沒有 今年的是非星飛到東南面 如果有看過我的生肖運程 以及我的辦公室風水報告介紹的話 一定知道 今年的東南面一定要佈置成紅色 因為 三碧是非星屬木 飛到東南面 東南面也是屬木 木木會比 即是今年的是非星將它非常旺盛 這個是非星我們不適宜黑它 因為木主要是手腳、筋骨 我們不適宜用金來黑傷它 否則 躺在東南面的朋友 或者大門向東南的朋友 很容易手腳就會受傷 我們必須要把東南面 布置成為紅色 如果大門開東南面的話 記得放紅色的地毯 放些輝春 放些九奧粉晶 放紫晶洞 都能夠將這個是非星洩掉它 我們如果在東南面放九奧粉晶 或者紫晶洞的話 絕對可以利用到這個是非木 去身旺這個狗子 翠旺人緣 另外三四同工本身代表男女之士 因為三代表長男 四代表長女 如果你是單身的男士 而瞞開東南面的話 今年可能你就會比較得益 因為男女之士 都會對你有些好處 但如果你是單身女士 可能一般 除了屋外的佈局之外 屋外的外聯也很重要 如果你東南面是大窗 外面望的風景不漂亮的話 今年的是非將會非常麻煩 嚴重的可能也會有官非 所以今年一定要將東南面 佈接成為紅色 另外要提提大家 如果你家裡的東南面 放開植物的話 今年記得將植物移來東南面 這樣才可以避免 這個默默比和 生旺了是非 今年文昌星飛到中宮 如果之前有看過生潮運程的話 都知道四六文昌星飛到中宮的話 我們可以放九層的文昌塔 去生旺文昌星 同時我不會建議大家 在植物中間放一些金屬的風水物 雖然金能夠洩了五皇 但同時會刻傷文昌星 刻傷文昌星不單止小朋友讀書不行 因為文昌除了代表讀書之外 亦都代表升職 記得今年簡簡單單在植物中間 放九層的文昌塔 包你小朋友讀書成績好 大人亦都容易升職加薪 今年五皇災星飛到西北面 如果你是躺在西北 大門開西北 或者廚房在你家裡的西北面的話 今年 這個五皇星對你的影響 將會特別大 另外今年 五皇星飛到西北 是特別不管家裡的男性長者 因為西北就是錢 錢就代表男主人 又或者家裡年長最大的長者 如果今年 男主人或者男性的長者 躺在西北的話 如果有能力的話 就將一個男性長者 或者一個男主人 搬來西北這間房 如果不行 我們可以放六個銅錢 又或者一個圓形的金屬 因為圓形代表錢金 可以把五皇的肚蝕掉 另外我要介紹一個很強的風水物給大家 是專化五皇二克的 這個就是玉如意 其實很簡單 可以在淘寶就買到的 記得買一個尺寸 最少要有一尺長 把玉如意放在東北位 記得放的時候 要把玉如意高那邊 就放在你面向左邊 即是現在看著它 左高右低 這樣才是正確的放玉如意方法 玉如意絕對是你化殺的好幫手 另外要提提大家 如果你的廚房在西北面的話 今年絕對要減少煮食 這樣才可以減低五皇 對你全家人的影響 最後我們看看二克星去到哪 二克星去到正東 正東今年也是太歲位 所以今年二克這個能量是非常大的 二克是一個災病的星 如果你躺在正東 或者大門開正東 或者廚房在東邊的話 今年絕對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房間在正東的話 記得搬來這間房 如果你廚房在正東 記得了 今年記得減少煮食 這樣可以減少二克對你家人的影響 如果你大門開正東 那沒辦法了 一定要放逐如意 這樣才可以 完全化解到五皇二克對你的影響 今年絕對不建議你用金去洩二克星 因為正東本身是屬木的 木是主手腳筋骨 二克星飛到正東 本身已經不理手腳筋骨 如果你打算放金屬 洩了二克星 絕對會適得其反 因為生亡了金 絕對會劈在木上 如果你躺在正東的話 你手腳筋骨必定會出事 所以最理想都是放玉如意 另外飛星二到三的攻位 即是會形成鬥牛殺 如果有看過我的開運攻略的話 一定知道二三是鬥牛殺 是主要鬥爭、是非、吵架的 所以我會強烈建議你 將正東的攻位 撿乾淨它 都是一樣 將垃圾、殘散爛的東西拿走它 同時放了肉如意的話 就可以將二三鬥牛殺的能量減到最低 因為二三鬥牛殺代表男和女的衝 三代表長男 二代表年長的女人 即是說家裡的長男 今年會特別容易 跟公司的女上司 又或者年長的女士 有爭執、有爭拗、有鬥爭 所以二三鬥牛殺是必須化掉的 最好就是用肉如意去化掉 只不然可以家庭和睦、事業暢順 九個攻位的風水佈局已經說完了 在這裡要提醒大家 除非你家裡很大有幾千呎 或者家裡的家族很大、很多人 否則千萬不要九個攻位都放風水佈 你九個攻位都放風水佈 其實會大大減低了風水佈的能量 所以最理想就是選一至兩個 以及根據你家裡的狀況和意願 去放兩至三個攻位便足夠了 像我這樣,今年的正男正不 我會主力去催旺它 因為絕對可以生亡你的錢財和生亡你的人緣 其餘的攻位便可以視乎你自己個人需要 以及家庭需要去選擇放多少 以及放哪裏 記得今年二零二三年貴貓年 記得放多點時間在正南和正北 因為可以催旺你的人緣和財運 少點在五黃二黑 又或者剛才所提過的所有不好的地方 在那裏逗留 盡量在漂亮的攻位裏坐多些 逗留得久一點 只不然可以催旺今年的運勢吧 各位頻道是要圓學看世界 分享圓學知識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分享 記得幫我點個讚 分享給朋友 未訂閱的記得訂閱 那就不會錯過下一次的影片 另外記得多點留言 如果有問題的話 隨時發問 懂得答的一定答 看到的一定答 最後祝各位 2023年貴馬年 心想事成 萬事如意 身體健康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